菊姐继续录啊 今天早晨没有录完 就断断续续的一直被各种铃声打断 菊姐录了后几段 然后一起放出来 这个帖子呢是这么紧 咱们插一个就是这种调查帖 说姓张力强的美女被盯上 骚扰的几率大吗 她说呢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被骚扰 没有任何理由 这都是骚扰别人的人自己管不好自己 有问题 看起来柔弱软弱的女生也会成为目标 而那些姓张力看起来强的 会不会被骚扰的概率更大呢 然后这些网友就回答了 我刚高中刚毕业的时候 黑长直穿着T恤长裤 出来打鼠架工 一个半月在地铁上 遭遇非常明显的闲猪手至少三次 不是被挤 然后不小心碰到的那种啊 都是拿鸡巴顶你屁股 要不就拿手摸你阴部或者是摸你胸部 我敢发誓我穿得非常素 后来呢读大学呢头发怎么夸张怎么染 怎么染啊衣服怎么浮夸怎么来 就再也没有遇到过闲猪手 只有很不友善的目光和偷拍啊 性骚扰和衣着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然后还有网友说据我所知 那种乖乖女好拿捏的才会被性骚扰啊 还有人说呢 你穿得非常骚啊非常风骚非常放荡的只会被看 朴素反而容易被摸啊 你穿得夸张别人反正觉得你不好搞 还有的说呢 这个 Sara 我还有说我个人感觉穿的攻击性越强 越没人敢来招惹 但是呢受到的不礼貌的目光就比较多 甚至说会被凝视啊吹口哨啊 但是不会特别明显的动手 还有的说呢 我白胸大 初中刚发育的走路的时候被发传单的捏胸啊 我从来不敢穿漏胸的衣服 但是被流浪海把手拽过啊 拽过手 后来呢被路边啊 这个闲人吹口哨 坐地铁被偷拍 后来都不敢一个人出门逛街 还有的说呢 我看上去比较弱 好欺负乖乖乖你那种 从小到大被骚扫的次数非常之多 还有的说呢 姓张力强的美女不一定会陌生人啊 这个用动手 但是一定会被背地里啊 熟人背地里造黄羊 姓张力强的最多是被骂骚 被造谣是鸡 眼神骚扰偷拍 弱的就惨了 弱的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性骚扰 甚至是被性侵 还有的说呢 越张扬越不会 就是会欺负弱者的垃圾 性骚扰都是这样的 你看看 切姐在上一个视频啊 说到性骚扰 这些垃圾都是性加异的 这个产物 还有的说呢 个人经历 乖乖巧巧的女孩更容易被骚扰 还有的说呢 性骚扰其实是深思熟虑的产物 他会衡量对你下手的后果 他觉得你打不过他 你无可奈何一阵气吞声 他才下手的 如果说呢 你是特别泼辣的 特别张扬的 他就不敢性骚扰你 他说不存在什么脑子一热 就上去性骚扰的 只有见义有为才是本能 包括缺解啊 从小大的遇到性骚扰 跟缺解的爹一说 缺解首先就说 你是不是浪摧的 你看缺解爹为了推卸自己做人 首先就怪 你看缺解是作为中学生的时候 出去坐车 就容易被性骚扰 因为看起来很乖 缺解爹首先健康自己 你看缺解爹 你看缺解爹就这样 缺解还穿的特别朴素 因为你稍微穿好点 就说你浪脆的 你想干嘛 你想发春 你想发青 这是缺解的这个死爹和后妈 就是不希望你花钱打扮自己 希望你穿的是越朴素 越省钱越好 你看缺解就穿的特别便宜 特别朴素的 那种学生装 就容易被性骚扰了 然后跟缺解爹一说 缺解爹还落井下石 这缺解爹干的事 然后还有的说呢 性骚扰的快乐 在于看到对方无力还击的样子 从底层逻辑解决这件事 穿的热辣的时候 一般会造黄窑 穿的乖巧才会被性骚扰 你看看 所以说呢 一定要表现出不好惹的样子 主动的 你就表现出不好惹 性骚扰基本上就是性骚扰嘛 对性骚扰的这些垃圾 这些弱兵 这些弱兵 这些弱兵们 箭兵们 就是专门找 看起来 这个代价成本低的 从性骚扰的层面看 这个层面看 男女两性都是输家 然后在这种 因为呢 都是在这双方的情欲 都是在 赚赔类 这种逻辑的性压力 是窄化枯竭的 而且呢 在交往又不公开 交易困难重重 就会衍生敌衣和怨患 产生误会 而且呢 就是对性骚扰乐死不疲的男人 往往是扬伪的 而且呢 这个性骚扰的男人呢 他就是扬伪 你看缺解的那个大伯 打仗 高丸被打碎 他就是扬伪 他完全不能进行性交的行为 他是不能硬的 他只能拿手指 去捅那个 他的养女 就缺解大螃蟹的那个阴道里去 他只能干这种事 这种 你说这种男人有什么用呢 是吧 这种男人就这么萎缩 你看啊 这种男人在这种窝囊肺的 杨伪男的眼睛里 女人不是整个身体 整个人只是零散的 重要部位就是他长的那个B 他那个阴道 对待女人的方式只有一种 那就是偷袭或者是言语 这个冲撞 情欲活动没有气氛 没有营造 只有摸了就跑的小偷心理 你看看 小偷是贼 做贼的心理 这种人的情欲是极度贫瘠的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 一个全身发动全心愿意的女人 作为平等互动的玩家 会有多刺激多兴奋 身心都爽 可以缺乏那个情欲能带和情欲资源 来共同构筑一个安全无惧的 温柔激情的 双方充分投入 合作互动的情欲情境 在他的有限的情欲资源和模式上 他只能采取单向的偷偷摸摸 在不过女方的感受中 掠夺一点小小的快感 肯定自己得以成就 包括薛姐不说了吗 在健身房遇到那个老丑点 她就是这种 知道没有一个女人发自内心喜欢她 她专门 你说她为什么天天的来健身房 跳舱呢 跳我们这种高强度有眼的健身舱呢 还有拿着哑铃 拿着各种的器材 要蹦蹦跳跳的非常难的 你说你都那么瘦了 你干嘛要跟我们这混呢 你再操操拔我圈不好吗 她不太要跟我混 因为她看见女人了 她就顺便跟女人拍拍打打 然后跟着什么贴面 搂搂抱抱 她竟然还想染指缺解 摸到缺解后背了 从后背的手指甲 差点没碰到缺解的乳房 碰到缺解的背骨了 缺解就觉得特别难受 但是呢 你又不能当场的跟她翻脸 当场翻脸 别的人 她不了解你 其他的那些女的 西班牙的女的 她本地人 人家早就认识 你是新来的 然后你是外国人 你西语又不好 然后你这样就很容易吃亏 大家都一起排斥你 孤立你 你在这个班里就非常难受 所以缺解就想 那我一定让你难受 你他妈你不是精神虐待我吗 我精神虐待我 所以缺解就故意拍她屁股 掐她屁股 缺解从小就小流氓嘛 缺解死爹给缺解定性了嘛 是流氓 那好了呢我就耍流氓 嗯 然后这个男女发现她 她就很松 她还想跟缺解 还想今天打招呼 今天缺解又去调操 打招呼 缺解假欣欣的跟她 哎呀 她也不敢走近缺解 缺解一看她 眼睛一直在眼神在瞄着她 她有没有走去 走近的话缺解就立马闪开 嗯 你看啊 这但是这性骚扰啊 对女人的情欲的伤害 就特别明显啊 包括对缺解大堂姐 缺解大堂姐 她一直标榜她是性冷淡 其实你不用标榜这个是吧 你既然搞了破解就不要标榜这个了 这就是非常违和 只要是觉得自相矛盾的 一定是有诈的 一定是有问题的 你看啊 这性骚扰伴随着女的生命成长 构成了她对男人身体 甚至对自己身体的厌恶 嫌弃恶心恐惧 就影响了她对自己情欲的基本态度 你看缺解大堂姐 缺解相信她肯定她说 这个阴镜插进她阴道里 她非常不舒服 可不及待的就要把这阴镜给挤出来 她就非常的怕 因为她就想起她那个养父 那个手指 而且呢 就缺解大伯 她也是精神分裂 就你在家里天天的猥亵你的养女 然后呢 缺解大堂姐她 就是长得比较有几分姿色 去照片狗拍照 人家照相馆呢 就把这个 她的照片放在橱窗里 作为这个广告 活广告 缺解大伯 缺解大伯 死活要把那个照相馆 那照片要下来 啊 不让展出 说是容易招风引蝶 你看多正派啊 然后呢 死活不让缺解的大堂姐 和那个 那个前姐夫啊 婚前啊 有性行为 必须是在夫妻两个的眼皮底下 约会 不能 私下里 在没有其他人在的场合约会 他们谈了四年恋爱 啊 连手都不能拉啊 连嘴都不能亲啊 所以说呢 他们一结婚啊 允许他们远房 同房了啊 所以这个男子就是暴露出的这种 对女人的这种啊 粗暴战友啊 就暴露无疑了啊 缺解大伯姐本身对性就是恐惧的 那他老公又觉得他回忍了四年是吧 这会我该开封了啊 我该揭开封条了 所以说就只顾自己爽 我去大伯姐他本来就害怕这件事 他又不敢跟他老公说 跟他老公说 他老公就会踩着他啊 就会拿捏他 你都是一个藏花败柳了 你都是一个准破鞋了 天天被你养父拿着手指捅逼啊 那你就是个破鞋了 他妈老子既然要了个 找了个破鞋 所以呢 不会拿 他又不敢说 他老公呢 又觉得我四年性压抑 我终于可以起风了啊 所以就只顾自己 就特别粗暴啊 所以给他带来性恐惧 他就更加对性充满了恐惧 你看性压抑也也也衍生了 女人对性的恐惧 对男的恐惧 你再想想上学途中的暴露狂啊 学校厕所躲着的偷窥者啊 公车上乱顶乱摸的男性啊 然后工作场合层出不穷的房间啊 包括缺姐以前啊 就是跟着就这种小组事的啊 这种小组事的这种工作啊 就是短期工啊 干几个月啊 结果就解散了这小组 就这种啊 就这种啊 你缺姐居然被这个啊 这个啊 这么一个北京来的 这么一个小领导啊 只要是开工 他就抽 一直抽烟 问都不问你 缺姐必须跟他坐旁边 不能躲开他 必须得陪着他做他的助理啊 必须得陪着他 然后呢 他就不断的跟各种各样的男的说 黄枪开黄枪啊 缺姐在旁边听着啊 有的男的非常不孝 他知道你被婚小姑娘啊 也知道你是处女 因为一看你的反应 他就知道你是处女 你对性行为你都不是很了解啊 他们就故意的说 真的 觉得特别恶心 你看这种恶心的骚扰经验啊 你说女人接受到的就可怕的 甚至是亲手感受的血泻 所以说呢 意味着所谓的这些欲望的流动 是不会考虑自己的意愿的 是充满敌意的 充满恶意的是危险的 所以说那种骚扰的 就会伴随着女人会更压抑她的情欲啊 然后所有人都说 你衣着端庄得体 不要随便和男人说笑 不要摆出轻调的形象 而外出时要注意 适当的安全时间地点 就可以给你们骚扰 换句话说 如果有人骚扰你 一定是你制造了情欲流动的机会 或者是一定是你的情欲先流动了 反正一定是你自己的错 缺解的死爹不就这样的吗 你看他的逻辑多简单 这样他就省事帮你维权了 他就不用保护你了 缺解死爹 永远干着落井下石伤口散烟的 这种恶劣至极的 下流至极的这种恶心的过程 缺解死爹就这样 包括对他的前方也是 说你为什么不敢去电力局 去你的劳动局领工资啊 领工资还让我去 让我替你领 强劲点抽携这缺解死爹的事 所以说女人越倾向于收敛自己 压抑自己 越可以打扮成无性的样子 越容易被性骚扰 而这种在情欲和心理上的自我设限 夺去了女人可能发展的气魄 威吓了他开拓成长的动机 他不仅没有真正的力量保护自己 就连遇到性骚扰也是仓皇无措的 不知道如何应对 更糟糕的是影响更深远的 他确认也性骚扰那个老仇条了 发现他也是仓皇不知如何应对的 他想翻脸他不敢 他又觉得破坏这个班级氛围 健身房的这些氛围 然后他又来不及反应 他也是仓皇无助的 确认就这样心里不爽 就看你无可奈何的样子 确认心里就是爽 然后确认心又假装跟他是挺友好 他跟确认打招呼 跟确认抑起大拇指 确认也给他抑回大拇指 也给你点赞 这种怂逼 你看看性恐惧 所以说女人在性骚扰 因你下发人就性恐惧 所以说呢 你哪怕两情相悦 他会想他是不是色欲太强 为什么一见面就对我展开情欲攻势 我的情欲竟然也有点被他挑到的把持不度 我是不是个坏女人 他怎么有这么恶心的器官呢 你看缺姐呢 这个语言班里有个小王 对缺姐的这种情欲攻势 缺姐就怀疑他 你是不是他妈呢 你不是想把你的屌插进我鼻里吗 缺姐就这么想他 但是缺姐发现他应该不仅仅是这么想 他主要是欣赏缺姐 恨了很复杂 缺姐今天在语言班里 这个恶狠狠的打击报复了 这个乌克兰的女难民 他妈的他装逼 他虚缺姐在上海中司的上课上 不然缺姐说话 他非要瓜瓜说 班上很多人都对他不满意 但是都是敢不敢言 谁都不愿意出头 结果他虚缺姐他妈的 你虚我 我顾全大气 我先忍下来 我就等着你他妈你犯错的时候 我非要虚回去 结果在课上 他跟他老公 两个人交好接耳 在缺姐的时候 缺姐就虚他 他老公又虚缺姐 缺姐都虚回去 虚回去还说 安静 缺姐合成 然后呢 他老公还想皇级缺姐 小王就开口了 Ninos 就是说 你们都是小孩 你们太孩子气了 就这意思 但是缺姐知道 小王是维护缺姐的 但是小王引起小王对缺姐的这种更大的好奇心了 他没想到一个中国女人 正好有攻击效 确实实话 寿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 你永远就是不服就是干 老娘就是跟你干 所以这小王 哎呦又眼睛放光了 缺姐终于明白 他不是说只是想把他的屌插进你鼻里 他是内心欣赏你的 他心理上他也喜欢你 可是我不能接受啊 这小王他就这样 他浪漫 他学义 他搞音乐的 他浪漫 你他妈你浪漫 你代价承受代价 算是我这个女人在男权服务权社会承担 承担是吧 假设没有这个男权社会的枷锁 缺姐老公也允许 缺姐老公 如果说缺姐 用三寸不烂之舌 巧神如黄 大概就可以也说服他 他妈的 老夫老妻了是吧 操也操腻了 你说我追求一点这种性爱 这种我又不说跟你要离婚是吧 然后你仍然不会 你的待遇不会打折扣 缺姐也可以说服他 但是缺姐不会那么做 因为会把这种 自己的人生搞得太复杂 缺姐不会承担风险 就是anti真人格就是这种运程会 包括今天打电报复 这个乌克兰的女难民 缺姐也是 想好了 所有的步骤都想好了 我在这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这三天 我反复的插盘推 我觉得我不会输 我才会出手 我一旦是没把握 绝对不出手 但是呢你看啊 这种复权社会 对缺姐 对这种什么 出轨 不就是把吊插进鼻里这个行为 缺姐就一直坚守 只要她的吊不插进缺姐鼻里 那缺姐就不算出轨啊 对不对 但是缺姐确实也有男权负权 对女人的归旋 有这种恐惧心理 缺姐的情绪就会被扼杀 在性压抑的阴影下 你说怎么会形成女人自信和愉悦的根基呢 反正变成恐惧丑恶 自责的这种根源 你看啊 说起实话 尽管有太多女性 虽然也进入了这个婚姻的性生活 但是她们在 她们不觉得性格有太大的乐趣 她们只是在被动的承受 任由男方在她们身上发泄 甚至是 甚至是 男性精神凌略她们 你看啊 缺姐在这911网网上 就看见男的 在标详写着 插入之前 这个梁家妇女说 我爱我老公 插入之后 马上就是 我老公是个废物 你看 就为了嘲笑女人的针结牌坊 你看这些男人是怎么样 精神侮辱女人的 还有的呢 在女人的这个 玩性虐游戏 让这个女人她舔脚趾 然后 不断的打她屁股 都打红了 也不断的打脸 拴脸 一边 一边性交 抽插 一边拿 弹 吹在这女人的脸上 然后 一把抹 抹一把 然后 往这个女人的嘴里塞 臭烘烘的 往嘴里塞 把这女人的嘴里塞 就这么侮辱 而这女的呢 因为性格 因为这种性高潮 她还甘心情愿的被这男人的侮辱 电污 还有的呢 男的呢 在女人的屁股上写上 母狗 肉便器 男人的公厕 这女人居然让她写 不知道是不是做急的 怀疑是应该是做急的 一般的人 你说如果说她不是心理变态的 病态 她怎么会允许说 这个男的在自己身上 做这样的 不仅是肉体上的发言 这是心理上的 侮辱和虐待 对吧 所以说呢 很多女人有情侣需要 她就会想到什么呢 抚摸 拥抱 就够了 她仍然害怕那个屌 进入她的身体 你看啊 你看中国的 有些是这个中国的 这种男权 富权文化 会把女人的情侣生活 扭矩成低能量 低动力 有一点点爽 但是强大 惆怅空虚的情侣体验 这才是他们正面的活动 不允许有 他们自己有自主意识 有自主意识 这男人就会用你了 骂的是大夫 骂的是婊子 骂的是银蛙 你就不允许有自己的性主体性 包括你看那个电影 李安的电影《色戒》 那个王家 就是他慢慢他有了自己的性主体意识了 他在谈论 在跟自己的组织谈论 跟这个易先生的性活动 性交活动 结果这两个人都躲避 所以说呢 中国这种性压抑的社会里 其实两性的性欲都受到强大的压抑 很有趣 这些小王他搞音乐的浪漫 你说你也是父权男权 社会长大的 难道你不知道 你对我投手的性欲 我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你他妈你爽了 可是我呢 我要承担这个责任的 承担后果啊 对吧 所以这男女就是不平的 为什么确确不和他搞过去 因为确确不愿意承担任何后果 确实这么简单 确确是沙盘退 算了一 横斩利弊了 难道确确不知道跟小王 小王比确确年轻十七岁 长得帅成那样 估计他跟他啪啪啪 不会不可能说你不爽 你自己把心里愉悦是吧 他长得也好看 身体应该大概也是愉悦的 他又不会只顾他自己 他肯定会让你爽 肯定会 就爱抚你 他因为他喜欢你 他心里上喜欢你 他愿意让你开心 那确确知道 跟他性爱活动肯定 比糙腻了的老公要爽太多 可是我不能那么做 我就是不愿意承担后果 所以说 而且同时呢 他的男性凌事 对确确其实构成了目光性骚扰 你看这种赚赔逻辑 就强烈的鼓励 男人要不断的飙骚 不断的偷袭 鼓励男人不必考虑女人的反应 只要有往直前的赚 根本不会有营造有力的互动环境 也不必发展细致考虑到对方需求的情意互动模式 这就是性骚扰的制度性支撑力量 男人不必考虑这些事情 所以说呢 男人骚扰女人 女人都把无法反击 维权成本特别高 包括如果男的摸了你的胸 只要他的阴镜没有插入你身体里 他是留不下任何痕迹 你去报警都没有 报警顶多记录一下 你只要没有摄像头 那你完全没有这个威权成本 你打人的话 你当场动手 很可能你是打不赢 你可能被打 人家不承认 没人看见 没人跟铁石二柱提理作证 所以说这个男的他就会缓手打你 所以呢 这就是两性不平等社会的权力差距 你看啊 男老师骚扰女学生 男主管骚扰女员工 男工头骚扰女工人 成年男人骚扰未成年女童 都是上下阶层权力差距 助长转培逻辑中的性别权力差距 再比如说 没有阶层差距 比如说办公室的同事 公车上的乘客 路上行走的路人 男性仍然可以占着男女不平 不平权的这个架构 来向女人行尸 性骚扰 即使在平等的位阶上 男人的权力和气魄还是为女的 所以说当我们所处的社会 是男女不平权的社会 当性压抑的转变逻辑 又是最主要的两性关系模式时 这个两性间的这个权力差距 就会以性骚扰的形式呈现 那么缺姐也给这个小王 这种男性凝视也是 也给他定性 其实就是一种性骚扰嘛 对吧 因为缺姐不同意啊 缺姐就反复多次强调 我是已婚的 阻挡不了他 而反击又被阶层差距和两性权力差距 还有法制制度差距压抑了 所以就得形成自我压抑 你的反击会招来由上至下的压力和报复 所以他为什么要自他股市呢 包括缺姐都很少被性骚扰的很少去维权 我只能说如果是熟维关系 我要经常见面了 那我就要我一定要反击 如果是路人的 你看这男的他有可能动手打你的 你敢去动手打他吗 你不敢 除非这男的你看着他 就是那种怂祸 个子有矮小的你敢打他 缺姐打过 在公交车上跟他在广州的时候 他还带着儿子 还带着岳母 他居然敢 在跟缺姐擦肩而过的时候 右手拍了缺姐的屁股一下 缺姐跟他大大出手在公交车上 公交车上那些绩效的男生 没有一个挺身而出 全是绩效的男生 反倒是嫌你耽误了他们 这个时间了 反倒是跟你起哄 缺姐大声的控诉他 跟他大大出手圈纳交替 没有用 然后呢 缺姐又让这个公交车司机 把这个车拉到派出所 然后在派出所这男的还在 威胁缺姐呢 还在这儿赋予反患了 警察把他训斥一顿 但是也没有什么把他拘留什么的 就把他训斥一顿做完了 所以说那女人高度性压抑 使她们自身的身体缺乏情侣体 心理上缺少主体意识 所以呢 遭遇身体接触和言语挑逗 是不敢确定自己的感觉 不管断定对方是无意还是有意 是情意还是骚扰 因此也不敢贸然反击 她们想到唯一出路就是 舍去主观感受 寻求客观标准 以便鉴定摸到什么部位 或者说哪种相往 算是性骚扰 所以说在这种鉴定方式里 女人的主体意识 仍然不可得到发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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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